结束了 是不是结束了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A1的课就结束了 好 A1的课 我们就结束了 那么我现在再确定一下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班上面 一共有156位学员 当然有很多的 按道理说 我们这个班应该是500多位学员 500多位学员 但是每次来就来了156位 我问一下 有多少位学员是最后全部听完了的 有多少位学员是最后 就是没有听完 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就已经走了的 听完的打个1 没听完的打个2 我确定一下 可能就现在没听完的可能就走了 不要重复打 我来看一下 就是听完加餐的部分的 就听到10点半的 每次听到10点半的 好 我们去确定一下 好 有两位同学 我现在看到两位同学是没有听完的 没有关系 没有听完也不是你们的原因 这里面本身也就是我自愿为大家加餐的 所以没有听完 不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我只是来确定一下 到底有多少同学是喜欢听这些东西的 好的 那么现在就这个问题就过了 我大 我大致知道了 至少我觉得是85% 85%是非常喜欢听我们这个内容的 至少是85% 这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将在后面会给大家讲解两个问题 第一个 俄罗斯 进行了30万的动员 并且进行了公投 三个吴甘苏地区的公投 这三个地区的公投 扬言这三个地方要进行核爆 核打击 如果乌克兰反攻这些位置的话 要进行核打击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注意还是这个问题里面的 最近美西二号管道被炸掉了 那么这个对于未来有什么影响和趋势 这是第一个话题 这是第一个话题 因为这是最近刚刚发生的 美西二号是前天刚刚被炸的 美西二号是前天刚 而是昨天 昨天刚刚被炸的 所以来说呢 我先问一下 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个话题 这第一个话题 昨天才发生的 然后第二个话题 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 已经突破了7.25 已经突破了7.25 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 对于中国的经济 对于我以后选择的就业 会有什么影响 来你们选一下 到底选择一 喜欢一号话题呢 还是选择二号话题 注意这个美西二号是跟他一起的 都是属于一号话题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是想 因为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 简而言之选二 快点都讲讲 不可能 美丽的炸 看来还是二多 那我们就选二吧 好 那这个这里稍微说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就排在10月1号之后 就是国庆节之后 我们给大家讲 人民币获利 人民币货币兑换美元突破7.25 这个关口以后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好吧 那么我们就 本来我是想准备在 7就是在10月1号之后 就是在这个国庆节之后呢 给大家讲解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穷爸爸和富爸爸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预约过了 大家也都很想听 对不对 但是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因为 这两个新闻特别大 所以来说呢 我把这两个新闻排到前面 先给大家来讲 把这两个新闻讲完了以后呢 后面有时间 再来给大家讲 穷爸爸和富爸爸 可以吗 可以吗 好吧 穷爸爸富爸爸 我觉得也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但是呢 我再次说一下 穷爸爸和富爸爸 我绝对不会按照那种方式来讲 哪种方式呢 说一下 我绝对不会按照 我绝对不会按照经济学家的方式来讲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家讲的东西 你听不懂 因为经济学家讲的东西 你听不懂 跟你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会按照心灵鸡汤的讲法来讲 因为心灵鸡汤的讲法 听完了 跟你也没有关系 嘿嘿一笑 就此结束 我会怎么样讲呢 我会用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法 因为这本书是2000 2000年出的 那么这本书 2000年出的时候 当时这个书是美国出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首先第一 时间上已经过了22年 我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们要总结一下当下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我会结合当下的环境来讲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会结合现在的中国环境 我不会是说啊 你这是美国的 我直接就给你讲完美国了 完事了 结束了 over了 拉着讲了啥 你又不去美国 对不对 所以来说呢 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中国环境 来讲一下穷爸爸和富爸爸 所以我们这个课 叫什么 叫蝎子拉屎 读一份 我现在看了一下市面上 没有人像我这种方法来讲 大多数都是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 比如说按照心灵鸡汤的讲法呀 或者按照经济学家的讲法 用这两种方法来讲 我就是按照当下的时局 按照中国的政策 来给大家来讲 解读一下 穷爸爸和富爸爸 好吗 好 那么这个呢 就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掌声呢 同学们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掌声呢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先补完上节课的坑啊 我看上节课很多同学都还是 还是在期待我们的那个话题 来我们回到上节课 我们上节课的那个坑啊 我把这个 等一下啊 我把PPT打开 你看为了做这个东西啊 为了给大家加餐 我还专门做了这个PPT啊 我还专门做了这个PPT 然后我们继续开始上节课 十大内卷行业 听完了以后 我估计大家 想卷的心都有了 想卷的心都有了 来我们继续来卷 我先找到这个啊 因为咱们这个话题有点多啊 来我们继续 2022年十大内卷行业 那么这里呢 先说一下上节课讲的哪些东西 首先第一呢 就是先讲的内卷的海概念 什么叫内卷呢 这里面我们上节课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内卷的概念 第二个呢 就是讲解了一下 非内卷比较隐秘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石油开采呀 农用符合肥呀 银行啊 港口啊等等 这四大 然后呢 昨天给大家讲解了什么 呃 十大里面的倒数第十名 园林工程 倒数第九名 农产品加工 倒数第八名 呃 这个应该是内卷行业 应该是正数的第八名 乘用车和客车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名 第七名是什么呢 文化影视 哎 同学们 跟你们现在 呃 文女影视 跟你们现在的什么 跟你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东西 息息相关 先说一下 我觉得他在他在他的里面叫做影视 我把他呢 改了一下 我把他 因为在他的这个原著里面呢 他写的是叫影视 但是我觉得他不能算是影视 他叫什么 就叫文女影视 好 我先说一下 这个内卷程度是多少 这个文女影视的内卷程度呢 是55% 哎 非常高了 注意 已经超过了50%了 然后我说一下 今年上半年 文女影视行业亏损最多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 先定一个亿 我们先来定一个亿的小目标 同学们 你们知道是谁吗 同学们 你们知道是谁吗 周 周 哪周周谁 对了 万达的王健林 万达的王健林里面呢 他有一个叫万达影视 那么他今年的万达影视亏损了多少呢 5.8个亿 万达影视亏了5.8个亿 那么亏了去年他万达影视呢 他盈利是6.6个亿 在这里说一下 去年是正的6.6 今年变成了亏5.8 也就是说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正的6.6到亏的5.8 他中间隔了多少 隔了将近12个亿 看得出来吗 中间隔了12个亿 所以他好了 我们先定个小目标一个亿 他一下子就亏了12个亿走了 看得出来吗 所以来说 今年的影视行业真的是不好做 真的影视行业不好做 当然我们就不用再分析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用再去分析它的原因了 就是什么 疫情的原因 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再说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还要说一个更深词的原因 除了疫情还有什么原因 那有没有人说 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 我说了 我们这里面是要交给大家一个逻辑 一个思维的链条 我如果只是把结果告诉你 你今天听完我的课 你是受益匪浅 但是到了第二天 又出来一个新的新闻 你能不能分析出它的内核呢 万达隐士 他确实亏了 但是他的亏到底是什么原因亏 当然疫情是主要原因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承认 但是除了疫情以外 还有什么原因呢 互联网 看手机抖音 审查制度 小鲜肉的错 12个小目标没了 对啊 亏了12个亿 就12个小目标就没了 新电影 这一位同学说到点子上了 追寻思与远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到点子上了 第一 新电影少了 新电影少了 好 那么问题又来了 新电影为什么少了 来继续往后推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个原因 那么咱们继续往后推 它的原因造成新电影少的原因 又是什么原因 来 这个就叫逻辑思维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什么叫逻辑思维 就是说我在寻找一个 它的答案的时候 我要把它的过程 一个一个推理的 非常的清晰 新的剧本少了 我的天哪 你这是怎么想的 疫情和短视频流行 投资成本高了 自媒体 明星都去做自媒体了 投入高了 片场低了 片酬高 好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首先说一下 这里面原因有很多 原因有很多 我一个一个来说 新电影 现在首先说一下 就是首先 电影 确实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 你们发现没有 你们应该很长时间 没有去过电影院了吧 不光是电影 不光是 不光是没有好 不光是疫情的原因 还有就是好像没有太能够刺激你去电影院去观看的电影 有没有 有的打个一 我来确定一下 就是这么长时间 就是能让我感动的一次啊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电影院是哪个时候呢 是去看复仇者联盟4 复仇者联盟4是哪一年呢 是2019年的11月份还是10月份 具体时间也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疫情前 疫情前的那段时间 那么 那么首先就是第一点 就是大家现在 我发现大家都打了一嘛 那就大家现在去电影院 确实少了 第一 疫情的原因 这一点毫无之疑 第二点 就是你现在看到好像很多电影 不太吸引你去看 为什么不太去吸引你去看呢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镜片的一些影片 不太好看了 诶 镜片的不太好看有两个原因 这里面又设计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对于国外的进口片 对于国外的进口片 比如说今年比较火的 比如说像蜘蛛侠 蜘蛛侠那个平讯宇宙那一个 我看了这一个 我看了这个 这一个版 我没有看电影版 说实话 我很想去电影院去看 但是没有引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想看了那个奇异博士 没有引进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今年被 就是很多的一些电影 不再被审批 进入到电影院进行播放了 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第一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 我们要找到它的原因 就是审核 国外进口片的审核 越来越严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 那个蜘蛛侠被删了 被没有审核过 是因为有个垃圾箱 有个垃圾箱 那个垃圾箱上面有一些 不太lag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审核过 这是第一点 不是垃圾箱 不是垃圾箱 是那个奇异博士里面的 那个蜘蛛侠据说 据说蜘蛛侠没有审核过的 主要原因 是最后那三个 不是他们最后一站 那三个蜘蛛侠 不是跑了自由旅程向那里 进行格斗 当时广电总局要求删掉 就是自由旅程向的这一块 你想想 自由旅程向 最后那一段最精彩的地方 你删掉了以后 那部电影还能看吗 当时迪士尼就反对 就拒绝了 然后这部电影就没有上映 知道吗 那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奇异博士 就是一个垃圾箱做的脆 一个垃圾箱做的脆 好了 那这个就是进口电影变少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对于明星的管控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现在有些明星 是 就是比如说 他比如说像安加拉贝利 贝比 他好像是英国人吧 他是拿了英国护照的 然后呢 他在中国拍戏 如果是这种人 OK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不属于中国国籍 我们不能用 好 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 像李廉杰 那李廉杰是不是中国人吧 不好意思 他新加坡人 不能用 好 张铁林能不能用 不行 因为他是英国人 不能用 好 所以像很多的一些 你所知道的 耳熟能详的 90%的明星 其实都是国外护照 也就是说 这些明星都不能再启用了 也就是说 国外的明星不能 这些明星不能启用 也就是说 很多的一些电影 没法再拍了 本来说 我现在想要这个明星 不好意思 这个明星不能用 我想用那个明星 不好意思 我不能用 大家要注意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点 一部电影 能够拉到票房 能够拉到投资 它很大一部分 就在于明星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在于明星 如果明星不能用了 那么这部电影 如果都让一堆生面孔来演 你们觉得你是作为投资者 你敢投资吗 我先问第一点 你敢不敢投资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买票去看 好 先不说这个片子好不好看 咱们先说这个片子里面 这个电影 全部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演员 第一 你敢不敢投资 第二 你愿不愿意掏票去看 所以没有这些明星的加持 不好意思 没有人投资 没有人去看 也就是说 今年为什么很多新 没有新电影呢 因为连演员都已经很少了 能够可以用的演员 都可以很少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 跟大家说一下 第三点呢 当然疫情是一个原因 还有 还有这里面呢 基本上就这三点吧 疫情 国外引进 国内引进 这主要这几个原因 当然有同学说 还有自媒体 其实自媒体一直都有啊 你要说有影响 确实有影响 那但是呢 它绝对起不了决定性影响 为什么呢 你不可能是说 你看这个网上的一个 这种随便搞笑的一个片子 能够代替你看蜘蛛侠吧 对吧 能够代替你看复仇者联盟吧 对吧 所以来说呢 这个绝对代替不了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 看一下自媒体的这些小短视频 能够看代替看电影 当然了 看电影也代替不了看短视频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鸿沟的 是怎么叫敬畏分明 在这里说一下 他们两个称之为叫敬畏分明 你想看电影呢 绝对不会是说 就看完电影就不看短视频了 你想看短视频的 不认识说 你看完电影就不会再看短视频了 所以来说呢 他们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在这里说一下 好吧 这里面就说一下 好多明星去带货了 是的 是的 因为他不能拍电影了 他就只能去拍带货了 是这个原因 是在这里说一下 对 最近广电总局确实越差越远 这个话我不用去 我这个话没有说 没有说讲 因为我看到过这一个广电总局的一些批文 确确实实是越管越远了 这个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 好 所以呢 这个万达隐士 也就是说文女隐士行业是内卷度55% 亏损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业 好了 大家猜一下 第六是什么 内卷王 第六 好 这个行业 很多人可能都正在或者准备来做的一个行业 哪个行业 来 酒店和餐饮 其实大家也能够想象得到 酒店和餐饮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非常简单 天天来一下来一下 你不就你的酒店 你还你现在还有人出去旅游吗 你现在还这个不能躺食啊 所以很多的一些酒店都倒闭了 现在据我所知啊 我是准备跟大家 我是准备找一些跟大家讲一下酒店里面比较代表的 比如说像这个七天呢 这种连锁酒店 包括现在这种民居啊 民居死的是最惨的啊 民居是死的最惨的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 我记得是哪一年 2017年 2017年非常火 那个民居是非常火 他跟我说 要不他想跟我合伙啊 他当时就跟我说 要不我们一起去开个民居吧 我先说一下什么叫民居啊 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什么叫民居 民居这个首创呢 首先是来自于一个南非人 来自一个南非人 南非呢 是在上海 在杭州的一个山上面 他自己呢 承包了一个小庄园 然后把这个庄园呢 进行了一个装修 装修了以后呢 就把它称之为叫一个什么 度假民居 然后度假民居 一下子一炮而火 这个时间点呢 是在2003年 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是在2003年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火到非常大的程度 当时呢 都是一些高层的消费 比如说只有像马云 这种级别的人 才能去消费民居 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到哪时候 到了什么地方呢 特别火呢 就是到了互联网普及的 那一年 也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 民居就开始日渐变火 民居呢 其实就是七天的一种翻版 但是呢 它跟七天又有不一样 七天呢 它是统一管理 是由一家大公司统一管理 然后呢 进行什么 多点进行并存的一种模式 而民居呢 全部都是由个人来进行操作的 那么民居 它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很大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不指望你再去 进行二次消费 它不再指望你进行二次消费 所以所有的民居 我在这里再下一个结论 所有的民居 都是照片上看起来好看 你一去住 就是个垃圾 我在这里进行一个定位 就是所有的民居 就是照片上看起来好看 你一去住 就是个垃圾 所以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以后啊 出去旅游 选民居和选七天 你们千万不要选民居 你们千万不要选民居 为什么呢 因为民居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民居 你们叫民宿啊 那就叫民宿吧 民宿这个东西啊 它是个人做的 它服务得不到保障 它的这些东西呢 它也没有规则 它的所有东西呢 就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这个网上 它做了几张图片 然后在上面 充为网红 你要知道 任何东西啊 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只要称为网红的东西 就不注重它的质量 大家记住这个道理 只要称之为网红的东西 它就不注重它的质量 它注重的是什么呢 宣传和传播力 以后我有机会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网红的概念 是怎么炒出来的 怎么去做这个网红的概念 好吗 大家想不想听网红这个概念 想不想听这个网红的概念 网红打卡地 其实网红打卡地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网红式的 这个打卡地的那种旅游方式 就跑了一个地方 然后拍了张像 然后就赶紧去下个地方 就像是赶鸭子一样 然后赶到下个地方 再拍张像 那叫旅游吗 那你还不如在家睡个觉 然后在梦里面 一样可以梦到这些地方 好吗 所以来说 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当然有些人喜欢 我只是说一下 好 我们说一下这个旅游餐饮 旅游餐饮的泪卷度是多少 我说一下 泪卷度是59.59% 也就是说大数60% 大数60% 好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就是酒店 全国酒店设施 今年一共还剩下25万 还剩下25万家 全国啊 我说的是全国 不是某个地方 全国的连锁酒店 还剩下25万家 然后同比呢 注意 我说的是同比 同比是什么意思 我再次强调一下 同比是指2021年的上半年 比2021年的上半年 已经少了10% 也就是说去年这个时候呢 它差不多有多少呢 比现在要多 差不多要多个六七万家 差不多是30多万家 现在只剩下25万家了 好了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倒了将近十分之一 那将近倒了十分之一 那倒了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什么 十家里面 在去年所看到的 十家里面就有一家 就倒闭了 注意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横向对比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横向对比 什么对比呢 这是注意 我们记住这个数 25万家 就是到今年下半年 还剩下25万家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进行一个一 这个对比 疫情之间 疫情之前是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这个连锁酒店到底有多少家呢 大家知道吗 到底有多少家呢 有84万家 大家注意一下 2019年的时候 全中国有84万家连锁酒店 然后现在只剩下了25% 只剩下25家 25万家 所以这个行业内卷程度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百分之六十 有同学说 老师我准备开一个酒店 想开一个宾馆 求你了 别开 你想你是不是很有钱了 来给我来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理财 绝对比你这个酒店要赚钱 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个行业千万别进去 进去就是一个死 还有有人说 我想去做一个餐饮 我想搞个门面 我想做碗拉面 我告诉你 进去就是个死 你别看了这个 你别看了现在 你别看了现在什么 你这个投资成本 相对来说 搞一个餐饮店 看起来投资成本非常低 但是你一进去就是个死 今天给你封印一下 明天给你落个一下 后天让你在 现在不是有个新规定吗 要在进食的时候 也要来戴口罩 我的天了 你给我戴个口罩 然后再进食 最近不是有一个保安 有一个城管的火了吗 然后那个当时 有一个吃烧烤的就问 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够 怎么才能够 怎么才能够一边吃饭 一边戴口罩 然后那个城管就说 你可以吃一口 然后把它口罩戴上吗 口罩戴上 然后先咀嚼吗 咀嚼完了以后 你再把口罩取下来 再吃一口吗 大家看过这个视频没有 大家看过这个视频没有 那就是个人才 对 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吧 没有我在这里 没有进行任何的 这个多余的加工吧 对吧 所以他说 你想想 餐饮行也多难做 餐这个 这个多难做 今晚罗湖又全部停课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六名 好 注意了 第五名 大家可能猜不到 第五名是什么 第五名是养 养殖业 养殖业里面是什么呢 养鸡和养猪 这个类卷程度 百分之七十二 我的天哪 比餐饮行业还要内卷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 这个行业为什么会亏的这么多 内卷程度为什么会这么大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行业以后还会起来吗 对于我们老百姓 因为大家 我相信每天大家的可能都会吃到猪肉鸡肉 那么这个东西 我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亏损 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 你们认为养鸡养猪这个行业 内卷度百分之七十二 是为什么达成的 好 我先说一下这里面的数据 这里面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养鸡养猪这个行业 它的这个亏损最多的这个龙头企业 我们说一下 我们说都是说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呢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大家肯定吃过它的猪肉 它叫什么呢 叫牧原骨粪 有没有同学听说过 听说过的同学呢 打个一 然后我确定一下 牧原骨粪 牧原骨粪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猪肉的 猪肉养殖的 那么有同学说 我不我没听说过 好 那么我先问一下 在你的楼下 有没有类似于像放心肉之类的这种肉店 有没有放心肉之类的这种肉店 那么如果在你楼下有放心肉这种肉店 我可以告诉你 放心肉里面的肉店里面的肉就是来自于牧原股份 好吧 你说你没吃过 不可能 你没吃过 不可能 首先 绝对吃过 就像我之前说的金龙鱼和这个中粮科技一样 你绝对是吃过的 那么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牧原股份为什么跌得这么狠 牧原股份这个类卷度为什么这么狠 那么我们说一下 牧原股份今年亏了多少呢 大家都不相信 75亿 牧原股份今年上半年 我只说今年上半年亏了75亿 好 我说一下 去年他赚了多少呢 去年 他上半年 也就是同比 他上半年 去年是赚了111亿 今年是-75亿 好了 问题来了 这中间差了将近多少呢 190亿 怎么做 今年为什么做出了一个这么差的一个成绩单 来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来 咱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确实值得大家来分析 分析一下 牧原股份为什么交了一个这么差的成绩单 吃的少了 消费低了 没没猪买 没猪买是啥意思 我没听懂啊 什么叫没猪买 没猪卖吗 政府出手了 政府出手了吗 政府一直都是鼓励消费的 政府一直都是鼓励消费的 所以政府出手应该是对牧原股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应该是对政府出手 对于牧原股份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吃不起 这亏的就不是小目标了 成功进入到中目标的行列 我觉得都已经进入到大目标的行列了 你亏了七十七十多个亿 去年赚了一百多个亿 相当于今年一下子落差了一百八十个亿 你想想 成本高了 猪肉价格低了 哎 这位同学 这个叫季康嘛 这个叫季啊 这个季为 这位同学 他说了一句话叫成本高了 猪肉价格低了 哎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牧原股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首先第一 我们要说另外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叫做 大豆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黄豆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黄豆呢 在期货市场里面 有个叫大豆一号 大豆二号 好 这里我们就只说大豆 大豆这里面呢 他有 他这里面有三 两个衍生品 一个叫豆破 一个叫豆破 哎 有没有同学听说过叫豆破这个玩意 啊 首先我们这里要普及一下这里面的知识 大豆和豆破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好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叫玉米 哎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吃过 玉米 好 玉米跟我们现在这个牧原股份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待会来讲 我们先来说一下大豆 大豆和豆破 大家知道是有什么关系吗 豆破 对了 豆油 大家都知道 我这里本来想说一下豆油 我就不用说了 豆油 我相信大家知道了 豆油 我相信大家知道了 豆破 大家知不知道 我先问一下豆破 因为有些人可能住在城市里面 他不知道什么叫豆破啊 这里说一下 中国呢 是粮食的进口国 那么中国进口的不光是大米 还进口大豆和玉米 中国是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全世界排第一的国家 那有有同学可能说 哎 老师 我又不吃大豆 我又不吃玉米 我看到我周围人也没怎么吃玉米和大豆啊 中国为啥进口这么多大豆和玉米呢 那么这里我先说一下 大豆 它首先第一 它的大豆的原产地是什么 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什么 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加拿大 第三是巴西 第四是俄罗斯 第五是乌克兰 好 这里我先说一下 经常你会发现一个新闻 就是发现一个什么新闻呢 就是前几年啊 就是在川普在任职的那前几年 经常就说 我们现在中国跟这个美国在搞这个关系不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从巴西进口大豆 大家看过这一个看过这种新闻没有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什么 中国对美国进行的一个贸易制裁 大家先听懂 这个就相当于中国对美国进行贸易制裁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美国不是这个生产大豆吗 生产大豆他必须要找客户卖 那么卖的时候呢 中国是最大的客户 因为中国出钱买这个大豆 那么大豆买过来 哎 现在我跟你这个关系搞不好了 对不对 那搞不好怎么办 我不买的大豆了 我现在去买什么 我现在去买这一个 我现在去买巴西的大豆 哎 这就是什么贸易制裁 所以经常大家会看到 中国对于某某地 什么原材料 比如说鸡肉 或者羊肉 牛肉进行了什么 发现了一些什么 发现了一些什么 病菌对他进行一些消杀 暂时不进口 我告诉你 只要出现这种新闻 其实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贸易制裁 大家一定要看懂这种新闻 只要出现这种新闻 就代表着这个中国 现在跟这个国家正在交恶 哎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新闻 看到他的精髓里面去 你不要以为看完了啊 现在就是对他的凤梨进行一个制裁 我就是不进口他的凤梨了 不是这么简单 哥哥们姐姐们 好吗 我说的清楚了吗 我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说一下 大豆这个玩意 大豆这个玩意 那么你竟然不吃 他到底干嘛去了呢 首先第一 大豆它有第一个好处 什么第一个 它可以先榨出豆油 你现在吃的油 85%都是来自于大豆的 当然你说我不吃大豆油 我吃玉米油 有可能 还有同学说我吃橄榄油 橄榄油那价格就高了 因为橄榄油主要是产自于 这个产自于这个黑海附近 所以来说呢 那这个橄榄油 这个价格就不是一下两下了 那说明你是有钱人 当然橄榄油确实可以防癌 这个是得到科学认定的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如果有经济情况的情况下呢 吃橄榄油是最好 好 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好 首先第一 大豆可以压出豆油 好 第二 这个豆油在压完了以后 就剩下了一些叫豆粕的东西 就是 其实说白了 就是看起来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豆浆里面 这个豆渣 就像豆浆里面 那个豆渣 那个豆渣这个东西呢 注意一下 人是不吃的 他给谁呢 给猪吃 哎 牧原股份 是为什么 我先要先讲大豆 讲牧原股份之前 我要先讲大豆 就是因为猪要吃大豆 那么大豆就是什么 就相当于牧原股份 他这里面要生产猪肉 他必须要有的原材料 听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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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先讲大豆 就是首先你要生产猪 你就要让猪先吃饱 那么猪要先吃饱 他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吃的东西 他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吃的豆粕 那么豆粕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大豆 好了 这里面我们再插一句 玉米 那么玉米又是干嘛的呢 这里稍微说一下 玉米其实有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玉米的颗粒 玉米的颗粒是给什么呢 给鸡子吃的 就是家禽 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鸡肉 鸭肉 其实都是由玉米养大的 然后玉米棒 就是人类不吃的中间 玉米棒 它是可以生产酒精的 它可以生产食用酒精 所以来说 当然生产完了酒精以后 也可以给猪吃 也可以 就是把那个玉米棒中间那一块 把它压榨完了以后 也可以生产 也可以给猪吃 所以来说呢 玉米也是家庭 所不可少的一种原材料 这里稍微说一下 就这一块 大家听懂了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豆的走势 来看一下大豆的走势 来 上方呢 是大豆的周线 上方是大豆的周线 豆子一号 下方呢 是猪肉的走势 大家发现了没有 在时间上相同的情况下 在时间上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都是周线 注意 这都是周线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猪肉呢 一开始 这是猪肉 下方是一个猪肉 猪肉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时间点 我没有 我没有把它写出来 不好意思 但是我可以大致的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9月 9月16号 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差不多是在我们今年的 在我们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 猪肉有一次下跌 下跌了以后呢 又慢慢的涨起来 然后呢 先说一下这个豆 先说一下这个原材料豆 这个大豆呢 一直在怎么样 一直在上涨 好 先说一下 大豆为什么会一直上涨 来 有没有人告诉我 大豆为什么会上涨 居高不下 对 你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居高不下 打仗了 非常对 非常对 这里先说一下 有些人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 跟我中国人有毛关系啊 确实啊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有间接关系 比如说 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打仗 那么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所有的粮食的价格会上涨 粮食价格上涨 那当然也就包括大豆 那大豆上涨了 就会包括什么 就会把我们的猪肉的生产的价格 就是它的成本价给提高了 所以这里头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情况 首先第一 钱面赌 什么叫钱面赌呢 就是我在生生产一头猪的时候 我这头猪所产生的这个生产成本 比原来更加高了 这前面赌 好了 后面 后面塞 什么叫后面塞呢 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降级了 中国老百姓消费降级了 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原来我一个月吃一斤猪肉 现在我只吃五两猪肉 怎么办 我吃的少了 前面生产链生产的这个价格 生产的这个原材料在上涨 后面消费的消费不起来 你说他不亏谁亏 你说他不亏谁亏 同志们 所以来说呢 第五名 十字名亏 十字名归 猪肉和养鸡产业 类准度 百分之七十二 恐怖吧 这还是第五名 这还是第五名 好 来 第四名 第四名是谁呢 陶瓷 陶瓷呢 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陶瓷 它是跟什么 房地产有关 其实现在只要跟房地产有关的 基本上都是 都是很惨的 这里呢 就说一个大家熟人详的一个品牌 叫什么呢 我现在截的这个图叫 叫什么 蒙拉里萨瓷砖 有位同学用过他的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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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亏了5.6个亿 他今年上半年亏了5.6个亿 然后呢 去年 去年上半年 他是赚了3.4个亿 你别看这个金额很小啊 你别看他们两个金额 他跟这个牧原股份都没得比 跟万达都没得比 别人都几十个亿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整个的这个市场也就很小 他亏5.6个亿 就现在是马云 马云打个比方就是马云亏了1000万 可能对他来说毛毛雨 但是呢 你如果亏了1万 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灾难 所以这一个什么陶瓷行业 真的是现在是岌岌可危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是稍微的说一下 这里面的一些原因吧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陶瓷行业是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 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呢这个房地产行业违约风险就越来越大 我们以后专门拿一期来讲一下 这个房地产违约的风险 好吗 大家想不想听这个东西 房地产违约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房地产违约导致的浪尾楼 又是个什么东西 好吗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呢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纳斯 纳斯是什么 怎么违约 怎么违约 违约其实无非就是国内违约和国内违约 国内违约就是代表着 国内违约呢 就代表着你的七房拿不到了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 真的不是在这里跟大家说瞎话 我的一个朋友是在江苏 他的一个房子就烂尾了 但是呢 他的房子呢 还是要继续交这个房贷 但是呢 房子呢 就是烂尾 就烂在那个地方 迟迟不能开工 所以来说呢 他是绿地的 他是绿地的 我直接说名字 因为确实是事实 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湖边烂灶 如果有任何的 有比如说你那个了 也可以 你可以去找那个绿地的 我可以让我的朋友出来作证的 没问题的 因为确确实实 我这个绿地的这个 买了绿地的这个朋友 他的这个房子已经烂尾 烂了 他已经说烂了一年半了 烂了一年半了 他是家里六个钱包一起买的 他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嘛 然后他自己在江苏 那个一起买的 所以丑死了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他说现在丑死了 我说那你就别带 你别还了嘛 别还了我就上征信了 上征信了以后 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以后考公务员怎么办 他比较那个嘛 就不说他了 就说一下 江苏哪个城市 江苏哪个城市啊 是区域还是哪个城市啊 小城市啊 是一个小城市 怀安 我下回问一下吧 我没有太记那个城市 好 呃 违约这是第一个 国内违约 还有一个违约 叫什么 叫债券违约 债券违约 一般来说呢 也分成两种 一个是国内 一个是国外 国内的呢 基本上都被抹平了 国内就叫 基本上抹平了 没问题 主要就是国外 国外呢 相对来说 国外更加讲法治 如果你违约了 就违约了 违约了以后呢 在国外呢 有一个叫做 申请破产条例 那么所有的这些 就是没有按时 拿到这笔钱的债主 可以向法院提出 破产清算 他提出破产清算以后 这家公司 如果拿不是钱 进行财还 那么这家公司 必须就要破产 然后把他的这一个公司 清卖卖掉 然后还给债主 这个呢 就叫国外违约 这个就叫国外违约 这种我们这又称 有一种说法 叫做技术性违约 这种又一种说法 叫技术性违约 大家记住这个词 以后我们可能在 经常会在一些词里面 会用到这个 因为在现在的房地产 基本上都属于技术性违约 现在所有的 我不能说绝对 比如说像万科就还不错 现在我 我不能说绝对 但是我说90%的 私人房地产公司 基本上都属于技术性违约了 基本上都属于技术性违约了 所以现在国家就什么 国家现在就采取了一种方式 我现在先不展开 这一说又说一大堆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 房地产 我只能拿一个话题 拿一个时间专门来给大家讲 房地产专门拿一个时间来讲 因为房地产展开太多了 它这里面涉及到私人企业的问题 涉及到老百姓的 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 还涉及到政府的一些条例的问题 还涉及到国外的一些 这个债主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问题非常复杂 我在这里如果一铺开 我相信大家又听的听懵了 那么大家首先就知道 就是违约分成两种 国内违约和国外违约 国内违约没事 主要就是国外违约 所以恒大 大家注意 只要恒大在国外违约以后 被人起诉 恒大就会直接破产 直接破产 现在恒大就是砸锅卖铁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砸锅卖铁 就是把钱 然后换成美元 还给国外违约的债主 还给国外违约的债主 就是这个事情 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结论就行了 中间的过程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是第一点 这是我刚才说的 陶瓷行业与房地产行业 是息息相关的 当前的这个房地产行业 公司违约风险非常大 很多的一些陶瓷公司 是主动收缩 有风险的订单 我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 其实陶瓷行业 是绑定在房地产身上的 相当于它的寄生虫 怎么说呢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要求陶瓷行业 对这个它的楼进行装修 是不付钱的 同学们 你们知不知道这种操作 你们知不知道这种操作 就是比如说恒大 它现在修了一栋楼 叫经典恒大楼房 那么经典恒大楼房修完了以后 它现在要送一个金装修 但金装修让谁来装呢 恒大不是做装修的 它要干嘛呢 它就要去找一个陶瓷公司 或者陶瓷 陶瓷的一家公司 或者装修公司 来给恒大这个经典恒大这个楼房 要进行一个装修 那么装修的时候 那肯定我可以告诉大家 99%的这个恒大公司 是不会进行付钱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别以为 我给你谈好的价格 然后怎么样就给你那个不是的 大家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点 因为在房地产市场里面 房地产商属于绝对的甲方 什么叫绝对的甲方 就是它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乙方没有插嘴的余地 你没有插嘴的余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乙方也就是陶瓷行业 要电支路场 看大家听说过这个词没有 叫做电支路场 什么叫电支路场呢 就比如说我 你现在你先给我装这两栋楼 你装好了两栋楼以后 这样我给你两套房 到时候卖出去以后 这两套房的钱你就拿走 大家听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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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你把这两栋楼全部装完 打个比方200万 200万装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这一套房100万对不对 那么100万我给你两套房 然后这两套房 我到时候卖完了以后 这两套房不是收回来200万吗 这200万我再给你 那可能有人说 那中间如果要是很长时间 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那我不是要等一年 我不是要等两年 我不是等五年 不好意思 前几年只要你有房子 立马就卖空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所以前几年不存在这个问题 哪怕是2021年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惜到了2021年游戏规则完全转变 这个时候出问题来了 现在的去库存率 我这里面又出来一个新的词 叫去库存率 什么叫做库存 就是说一个城市 它现在有多少房 什么叫做去库存率 就是一个城市在消化一套房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东西就叫去库存率 我说一下一个数据 深圳去库存率是多少呢 是34个月 也就是说深圳卖出去一套房 需要34个月的时间 广州需要多长时间呢 广州需要16个月 吓不吓人 杭州需要多长时间呢 18个月 武汉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武汉 需要48个月 代售和去库存是两码事啊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 要想卖出去 要挂多长时间 才能卖出去 代售是代售的意思啊 代售是这个意思 这个咱们 你还没听懂 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吗 好了 时间又到了 又没讲完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就讲到去库存率了 大家就记得就行了 我们下回再继续讲吧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一个话题就讲完吧 就把这个陶瓷的这一块讲完吧 所以来说呢 现在很多的一些陶瓷行业呢 他就不再和这个什么 我就不再电资陆厂 进入到房地产行业 先电资帮你装修了 那么现在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我不能帮你电资了 但是你要知道 房地产商现在更没钱 你让他来给你出钱装修 他更没钱 他现在你电资 他才让你来 你不电资 他就不来了 你不来了 情况下怎么样 陶瓷行业就怎么样 陶瓷行业的订单就大大的缩减 明白了吗 这第一点 陶瓷行业 好 第二点 就是房地产商的企业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 债务违约呢 导致了许多陶瓷行业的信用值在损失增大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这个恒大的搞了一个经典恒大楼盘 搞了个恒大楼盘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让这一个什么阿波罗啊 让这个什么阿波罗陶瓷呢 就跑进去装修 装修完了以后呢 谁知道这个房子卖不出去了 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钱 你恒大买不出去 就代表着他没有办法兑现 阿波罗陶瓷的瓷砖 这笔钱 那么这笔钱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可能就会经常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跑了一些装修公司 跑了一些装修大市场 前几个月 这个地方开了很多一些装修公司 突然你这几天一去看 莫名其妙的很多装修公司就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了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他可能很可能就是垫资 垫到最后 因为他这笔资贷进去的时候是什么 是贷款的方式贷进去的 他比如说 他现在要去做这个恒大楼盘 他现在没有这一百万 怎么办呢 他先去银行贷款 那么银行贷了一百万进来 他认为可能五个月 我就不这个房钱就拿到了吗 钱就拿到了以后 我就把这个钱就还上去了吗 就无所谓 那就有五个月的利息吗 我就少赚一点 也行 那我就把这个项目就揽下来了吗 谁知道这五个月 没搞下来 现在变成了五十个月 五十个月有的夸张 变成了十五个月 这个房子都没卖完 没卖出去 那我这一百万 我一直在垫 我一直在这个银行里面腻滚腻 他就吃不消了 他这个公司就直接就垮掉了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这个大家很可能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你前两天 看了那个装修公司活得好好的 可能第二天一看 这个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就没了 毫无质疑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就是因为电资 导致他经营困难 绝对就是电资导致经营困难 然后直接倒闭 所以来说 我把这个逻辑链条告诉你了 你以后就会自己去分析了 好吗 还是银行稳错钓鱼台 熄火了 好第三个 就是能源及部分原材料持续高涨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说什么 今年能源价格在上涨 那么能源价格其实我那天说的时候忘记说了一点 能源一上涨 万物皆上涨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能源一上涨 万物皆上涨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能源一上涨 万物皆上涨 道理很简单 你比如说我想吃猪肉 那猪肉呢 深圳的猪肉肯定不是深圳产 因为深圳这个地方太小 它可能是广东去 而它可能是这个茂名生产的 它可能是广西生产的 它要运到深圳来 那么运到深圳来中间有什么 有这个运输成本 那么运输成本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汽油 大哥们 同志们 那汽油上涨了 你的运输成本是不是就上涨了 运输成本上涨了 是不是就导致所有的原材料都会上涨 所以我刚才说了 能源一上涨 万物皆上涨 就是这个道理 做陶瓷需要天然气 这个做陶瓷 做陶瓷因为它需要烧 它应该 中国的陶瓷应该是用煤烧出来的 我感觉 因为中国是一个产煤大国 它不可能用天然气 天然气都是进口的 对于做陶瓷来说 太奢侈了 我觉得应该是用煤烧的 我觉得应该是用工资涨个鬼 我刚才不是说泪卷吗 就是因为不给你涨才叫泪卷呢 给你涨了还叫泪卷吗 这位同学 给你涨了还叫泪卷吗 现在不能用煤了 好吧 这个说的有道理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陶瓷讲完了 第四名陶瓷就讲完了 后面我们就下次再讲吧 那下次十大讲完 三二一 后面的三个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人民币汇率7.25 代表着意味着什么 好吗 哪个行业更有趋势呢 哪个行业更有趋势 我会在7.25 人民币7.25 这个话题里面 给你们讲 好吗 好吗 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那就是7.25 这个达成以后 我已经感受到 哪一个行业最有趋势了 我会在人民币汇率7.25 这个这个里面 给大家讲 可以吗 下次你讲的时候 可能都7.5了 很有可能 我大概率认为 人民币还要再跌 还要再跌 还要再跌 当然我说的这个跌 就是这个人民币会贬值 会贬值 如果放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汇对上面 应该就是往上继续涨 往上继续涨 所以来说我大概率还觉得还要涨 7.25是一个心理关口 在这个地方会震一下 震一下 看能不能回到7.1 回到7.1左右以后 震一段时间 还要再涨 涨到再涨到7.3 我觉得7.3到7.5之间 应该要涨到7.3到7.5之间 所以来说 如果要是涨到7.25以上 基本上中国的经济 我就不说了 留点悬念 放到我们的后面给大家讲 对出口贸易好 我告诉你 还真不好 还真不好 对出口贸易还真不好 我后面会给你讲道理的 好吗 对出口贸易还真不好 好 看来咱们每次一个小时不够啊 同志们 咱们一个小时都不够啊 是吗 好吗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大家点赞 然后 然后评论 加 加什么 评论关注 加点赞 好吗 同志们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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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